动作大部分的运动员选择了407C 难度系数为3.2的向内翻腾三周半报夕 先来看一下莱士运这一跳 哦 挽救的不错 起跳的时候脚腕的力量还是没有蹬起来 但是我们看到他的这个空中翻腾 尤其是在打开入水的时候 这个点找得非常准 确实比他半决赛的时候发挥好的很多 他在半决赛的时候是以第12名的身份 将将进入到今天晚上的决赛 这下晚上一上来感觉状态调动的不错 前两条都非常不错 这一跳得到了81.60分 来看一下陕西好杀的交近景 同样是407C 向内翻腾三周半报夕 3.2的难度系数 起跳的时候上身往后倒的太多了 整个人重心有点出去了 所以我们看到他在做这个翻腾动作的时候也是有一些可能觉得自己翻不过来 打开打开稍稍一做调整就过得比较多 这一跳看一下收获了43.20分 稍稍有失误啊 来看索米亚这一跳407C 打开的时间稍微早了一点 主要是他的这个407C翻腾的节奏啊不是很清晰 所以可能在打开的点的时候呢也是找不准的 到了晚上决赛啊运动员其实还是比较兴奋的 可能他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感觉比平时翻得快 稍微开早一点那就会不够了 这一跳得到65.60分 这一跳得到65.60分 来看索米亚这条407C 前四位选手在第二轮的第一 第二跳当中啊都是选择407C 向内翻腾三周半报夕 啊翻腾的速度还是很快啊 我们看到他的这个起跳啊 登台的高度节奏都很好 他打开的时候有点往里低头 其实在跳水这下运动当中 头的定位非常重要 你看比如说在做这种向前翻腾的时候 头不能往前 一旦往前了以后就我们就会说到 他这个起跳有点压上身 啊在做向后的动作的时候 说头不能往后甩 一往后甩的话整个动作翻腾的节奏就会很差 打开就找不准点 啊自己也是感觉到有一点点低头 是 来看一下张蕊这一跳 他选择的是6243D 一个臂力动作 臂力向后翻腾两周 转体一周半 难度系数是3.2 嗯 其实判断一个动作水花好不好啊 除了它压住水花以外 其实入水的那个水花声音也特别重要 就是啥一声 有的时候那种震撼呀 要震撼到这个裁判员的心里面 是 这样的话才能给出一个很好的分 那种声音很干脆啊 对 就是我们常说啥的一声 是 嗯 这一跳得到了72分 看思雅结这一跳同样是和张蕊一样的6243D 一个臂力的动作 我们也看到十米台上的这个裁判员啊 这个裁判员啊也是在那边看着 思雅结的动作还是比较顺的 因为他整个动作呢非常协调 是 他主要的问题就是出现在最后的入水 就是他最后这些入水啊下不去 这条的分四啊结实获得了76.80分 王伟赢 王伟赢这一跳是选择了407C 难度细数为3.2的向内翻腾三周半报夕 哦漂亮 很漂亮 这就像李娜指导说的听声音啊 判断这个最后的一个打分 这条收获了86.40分 平均分也是达到了九分 来看全红禅这一跳407C 从现在开始所有运动员的第二跳的都是选择407C 哦漂亮 太漂亮了这个动作 全红禅在今天上午半决赛的时候 确实就已经让人眼前一亮 对 发挥的非常稳定 他在决赛的当中这一跳 就是能跳的这么好 说明他平时训练就有这个水平 而且他的这个水平呢应该是比例非常高的 有点显现这个小黑马的姿态了哈 对 在女子十米跳台当中 我也说就是每年的全约会这个周期 尤其是这一场比赛的时候 是应该是有苗子和黑马出现的 是 刚才得到了八十九点六零分 看一下张佳琪这一跳407C 相同的动作 啊 也不错 顶住了压力啊 有的时候在后面跳的选手 其实压力更大 连续的三个动作都是非常漂亮 嗯 不错 就是一点二零分啊 我们看看他的这个空中姿态 打开也是提到位入水 张佳琪也是在2016年的时候 获得了女子十米跳台的金牌 是 一直以来呢也是表现得非常稳定 确实我自己看下来 人稀也是跳407C 感觉他确实是比四年前 呃 看上去有一些变化了 哈哈 长大了 哎呦 有一点着急了还是 嗯 在预赛和半决赛的时候 这个动作跳的还是不错的 女子十米跳台 其实老运动员啊 在第二个奥运周期 坚持下来 其实挺不容易的 是 因为他要比年轻的小选手 付出的更多 一方面是需要控抵重 第二方面呢 就是他如果还像原来那个训练量的话 他第二天的恢复啊 就不像小时候那么快 更多的是一种需要咬牙去坚持 所以像当时在08年和12年 这两个奥运年的时候 这一奥运动员 确实就两次都是有非常好的成绩啊 看一下卢维 卢维的这一跳 同样是407C 嗯 不是很理想 我觉得其实不是因为他紧张 还是因为他的这个技术啊 有一些问题 在向前的动作的时候 他首先是手脚的配合 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看到他这个上身啊 老是太着急去做发力 导致他这个打开会不准 还是一些技术上的问题 这条52.80分 技术上还是有待雕琢 比最后一位选手 比最后的一个选手 陈玉西 同样是407C 前两条的运动员都完成的 有点不理想 打开的时候有点往里低头了 是 就是没有提到位完了以后头眼睛盯住入水点去做 所以我们看到他的入水虽然差了但是有一些过 就是没有提到位完了以后头眼睛盯住入水点去做 就是角度不够垂直 就是角度不够垂直 来看一下这一条陈于西的得分得到了83.20分 那么第二轮的比赛也是全部的结束了 我来看一下这个积分的情况 第二轮结束之后积分张家骑是排在第一 全红蝉黑马小黑马排在第二 陈于西位列第三 而事务的人西和芦维暂时是 几分是稍稍的靠后 这条陈于西位列第三 这条陈于西位列四 前面有点稍微的效果 这条陈于西位列三